好接着看演示 上面讲了一下 ES6的8 liter为什么会存在 以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有代码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又定了一个一尺的函数 一尺函数 它传入一个data 这个data呢 比如说是一个数组 data可以是任意的 我们上面列出的那些有序数据几个 像数组 像set 像map 像nodelist 像agrements 像typed array 这一些都可以 然后生存变地器 我们大家想一下 这个是不是特别像 我们一开始演示的那个 gquire怎么去生存变地器的方式 那gquire一开始我们演示的 gquire生存变地器 是直接通过gquire去包住这个data 进行一个封装 但这儿就不一样了 根据ES6的标准 我们生存变地器要怎么生成呢 我们要访问那个data 这个symbol.8 liter的这个属性 访问出来之后去执行 这个函数一执行 它就会返回一个变地器 然后根据我们上面说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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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去一步一步往下顺域访问 然后.next 它的返回值呢 有值的话 那就是数字的值 然后down等于false 然后下面也是 我们都没有详细列 就比如说value等于1 down等于false value等于2 down等于false value等于3 down等于false 这些 如果到最后 再执行next的时候 如果没有值的话 就是到变地结束了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返回value等于 unifind down等于true 就说明已经结束了 当然我们不知道 变地器模式 或叠地器模式的这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这个要变地的对象 它的内部结构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它的长度 你不知道长度 你不可能说 写很多next 放在这儿 就写死代码 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注视掉 我们肯定得通过 这个wile循环来去做 那wile循环怎么做呢 那就是说 每次wile循环中 我们都去获取 这个itrator叫next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down是不是结束了 如果down已经结束了 那就散火 那如果down没有结束呢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执行 这就是wile循环的一个用意 然后我们写完这个e传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 我们就可以给它便利 所有好多事有类型了 比如说 这儿有个数族 对吧 然后这儿有个node list 然后呢 这儿我们再定一个new map map 我们说过嘛 那个object就是对象 object不是有序的数据集合 你如果是想用这种object 类似的有序的数据集合 你就用什么 你就用map dialset什么 dialset什么 然后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数族 node list和map 让你这个遗传入中去便利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儿是自己 完全是自己封装的 对吧 那如果是按照这种逻辑的话 那每个人都需要 yes6的开发者 都需要去自己去封装这么一个仪式函数 然后每个开发者都需要学习 这个sambal.itrator的这个 或者说这个编辑器的这个 什么next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yes6开发者 开发经验稍微多一点的话 你会知道 我平常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便利 所以说yes6还是比较聪明的 它不会让每个人都去重复写这些东西 那它是怎么做呢 第一个 sambal.itrator并不是人人都知道 然后呢 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封装一个意识方法 如果每个人需要封装 那我们就肯定需要做一个统一的酷 让大家去使用 我们做统一的酷也没有必要了 为什么 因为yes6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语法 叫falloff falloff 本来是很麻烦的一段意识代码 我们通过这个fall.itom.off.data 然后就可以解决 大家看一下 fallin是我们平常用比较多的一个循环 对吧 fallin一般是便利对象的 但是falloff呢 它是便利什么 它是便利这个叠代器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data 它要具备这个sambal.itrator这个属性 它能执行这个falloff 要不然的话它没法执行 大家对比一下看 这三行代码 就是falloff 三行代码 它其实就是我们上面这一坨代码的一个简写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你可能会用过falloff 但是呢 你可能没有用过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itrator 但是你如果用过falloff 那你就已经用了这个itrator 所以说你可能是你没有往下深入研究 但是你可能不是太清楚啊 那样子 但是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我们下来下面演示会吧 这几个都给大家演示一遍 就让大家做到 你既会这个鱼法糖的这个falloff 又会这个itrator OK 接下来我们代码演示一下 谢谢大家